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世 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 一个人出门在外 思乡的情怀会始终萦绕在心头 任何一个偶然的场景 一个微小的触动 都能打开心房的缺口 让思念绝地而出 颈床前如霜般雪白的月光 将目光引向天上 角白的明月 明月照耀四方 无远伏计 自然也会照耀在家乡的土地上 就这样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我们将主人公由月光 转向思乡的心路历程 用散文解说出来 看起来似乎会是非常繁复的 但顺着诗歌的节奏来看 这些只不过是在 举头低头的一刹那间发生的事 乡愁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的特性 只有在诗歌中 才能表现得最为恰切 《唐诗三百首》里 所收的这首诗 其实是经过了 明代人修改的版本 原诗中 《床前明月光》 是床前看月光 举头望明月 应该是举头望三月 改于《洞之前》的版本 没有了两个明月的重复 但是整首作品的命意 和率真有位的笔法 却没有太大的不同 静夜丝 谈 立白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过下 床前明月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床 指古代一种作剧 也有人认为 这里的床之井 或是井栏 或是井台 疑 意思是怀疑疑惑 此句译为 夜晚 明亮的月光 洒在床前 好像地上 好像地上 泛起了一层白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不香 举头意思是抬头 此句译为 我抬头望着天上的明月 低头沉思 想念我的故乡 这首诗 这首诗写出了 人们的思想情绪 成为 唐诗中的经典之作 在清冷的秋夜中 诗人不经意地 看到院中的月光 恍惚间 觉得月光 与秋霜 层层叠叠 分不清楚 这种片刻的疑惑 突然勾起一种思念 他举头看向一轮明月 一低头 便浮现出 魂牵梦罩的故乡